新宿新宿 櫻仔花一開始 新宿新宿古室 就先帶來一段 充滿原住民風味的演奏 進入政策的原宿櫻仔花 也正是電氣 今天的超短頂公室 是充滿原住民文化的風味 蔡霞告友基金花 是連下新宿襄龍 洪南 新宿東三間國小 以及水里鄉民和國中 在電工室來 基盤一張政策的音樂會 我們採家教育基金會 長期幫助偏遠地區的學頭們 音樂教育 那我們今天的音樂會 主要是希望能給孩子們 一個表演的機會 然後順便回饋南投縣的鄉民 讓大家一起來欣賞這個音樂饗宴 我們組民的文化是充滿特色 今天這年音樂會 除了有布農族的特色文化 當然也能聽到美廟的歌聲 一連傳政策的演出 是得到現場所有來賓的 我們特色在於展現布農族的傳統音樂之外 還有他們會演唱多首 比較著名的和尚曲子 在上半場呢 都是和尚團的演出 然後上半場 我們運用了布農族的傳統音樂 把它串成一個射太陽的傳統故事 來呈現我們布農族最原始的傳說故事 然後這是老少嫌疑的節目 主辦單位基礎 這點小朋友是相當天津多派 不過因為一直生活在平衡地區 所以個性也比較比數一般 希望借到他們的伴侶 能讓大家可以享受到他們的資格 同時也能接觸提升小朋友的主信心 布農族的小孩 他們一般都比較害羞一點 所以提供這樣的一個表演機會 可以幫助他們自信心的成長 對還有給他們很多隨時上的鼓勵 美妙的歌詞 以及充滿完祖民文化的演奏 這點外鄉營阿花 不然讓現場所有來賓 分享到最精采的表演以外 也比方大家讀過一個精采 有更難忘的一天 記得收看彩虹報得